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一步带来什么样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各位探讨的主题 首先我们看到韩国瑜从上任之后 事实上他在上任之前就抛出了很多议题 但他在上任之后抛出了其他更多对于高雄市的想象 包括去征收城市税 包括希望能够吸引入资来高雄买房子 包括希望把高雄打造成像深圳一样的城市 这些不管是小到城市税收100块钱 大到像深圳一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想法 感觉上是天马行空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他不断的在抛出各式各样的议题 而在韩流的这个韩国瑜效应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媒体都会把他所抛出来的议题做更广泛的讨论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感觉好像自爱难行 有些事情可能效益不大 不过这样子的做法还是持续的有媒体关注的效应 我会把这样的效应视为是所谓的韩式风格 这韩式风格包括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不管他抛出什么样的议题 其实都还是紧扣着经济问题 就拿这个城市税来说好了 他本来只希望说每一次外籍的旅客来到台湾 一个人征收100块钱 一个晚上征收100块钱 其实这个以全台湾的这个 总共全台湾每年大概有1100万的外籍游客 就算到高雄有个500万好了 其实总的总共所可以获得的金额 大概也不过就5亿到10亿 这对于韩国瑜所称要解决3000亿的 这个高雄的这个债来说 其实是杯水车型 不过这是不是往经济方向的努力 的确是 再讲不管是希望路克来高雄投资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以深圳为学习的model 这些都是经济上的议题 所以说韩国瑜他虽然抛出的议题 感觉是天马行空 但确实都紧扣着经济这一块 第二个是关于他的style 我们知道韩国瑜他其实一直希望主打就是什么 就是以商业的模式以CEO来治理城市 我们过去看到政府施政的时候 他当他要推行某一个政策的时候 通常态度都是比较保守的 而韩国瑜的作风其实正好是像商业模式一样 他不断的抛出议题 不断的希望大家能够脑力激荡 能够产生新的创新的商业模式 来替高雄赚钱 所以这是一个把商业的 商业运作商业思考的方式 放到现代的市政品牌上 那这样子创新的方式确实也带动了这个 带动这个议题的燃烧 也让大家更关注到高雄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韩国瑜跟柯文哲来做比较 因为柯文哲我们看到柯文哲 其实自从当选之后 我们看到他每天都像是意见领袖一样 每天都可以看到媒体 凡事都要问他的意见 那韩国瑜呢 我们看到韩国瑜到目前为止 还是媒体追逐的对象 那他抛出的议题大家也都会报 那他是不是会变成跟柯文哲 第二个柯文哲就变成说 北边有柯文哲南边有韩国瑜 都成为意见领袖 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出的就是 他们两者在本质上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所谓本质上是指柯文哲之所以 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喜欢他 除了跟他讲话的风格以外 还有他的主要诉求有关 他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他主要诉求就是希望能够改进政府治理的方式 也就是他希望改善的是政治的how的问题 怎么去拟定政策 要怎么样开放要透明 他强调的是how的这一块是他要改进的地方 而韩国瑜强调的是 韩国瑜强调的是 我们不要再管其他的议题了 我们要管经济的议题 要把经济做到好 他强调的是what的问题 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 经济是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 不管对于韩国瑜而言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刚刚提到了好几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只要能够把经济做到好 让人民有感 这就是好的政策 所以他要回答的回应的一点是 what是这一块 那换句话说 对于韩国瑜而言 他更需要能够推出怎么样 推出政策 让民众有感 让民众真的很深切的感觉到 经济是有在起飞 而不像说 你只是 你只是要把政府处理 公共政策流程搞好而已 他确实是需要把 真真切切的把好处 能够让民众可以感受到 这点是韩国瑜跟 这个柯文哲受到民众喜好 受到民众喜好很大不同的一点 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换句话说 韩国瑜在这次选举里面 他吸引的是什么 他吸引的是一些务实的选民 务实的选民希望能够 在经济上能够发展起来 而不要忘了2016年的时候 其实 马英九当时就是因为 靠着两岸交流为前提 而带动台湾经济这样子路线 被蔡英文所拒绝 于是选民才选择了蔡英文 所以韩国瑜在现在这个阶段 他不可能完全走回 过去马英九的老路 而他必须要有更创新的思维 来提升整体 高雄的经济 也让其他的县市了解到 要怎么样 在跟两岸合作 包括跟其他地方合作 不管用任何方式 把经济搞好起来 这样才可以 稳住他这些务实的选民的支持 也才可以稳住 稳住韩粉的支持 所以总归一句话 韩国瑜在未来这 大概半年到 半年到甚至更短 100天的这段所谓的蜜月期里面 他必须要能够做到什么 他必须要能够做到 提出让民众有感的政策 而且真正有决断力去做到 不只是提出议题而已 而且还要必须要能够做到 让民众有感 我相信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那韩流会一直一直 持续的正向的cycle 正向的循环 韩流就会 才有办法继续吹下去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余振华 我是余振华 洋уда 他是余振华 洋做生意